什么地方 快趁点吃吧 天太冷了 一会儿翻头凉了 姚哥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真的没有办法报答你 等会儿 你别有负担啊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 另外一个哥哥就好了 大哥是你哥 我也是你哥呀 对不对 快趁热吃吧 一会儿饭都凉了 姐 明天专列发车 你跟马叔回去吧 还能相互照应一下 你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啊 你要好好想一想 本田下一步 会在哪里下手 你放心 我有准备 对了 田慧最近状态不好 你发现了吗 是 她有点 有点不正常 不正常 那天她要杀本田 口口声声一个 不许本田伤害你 这要是明眼人 都能看得出来 她对你是一往情深啊 一个女人为了你 能连性命都不顾 这种情意 世间也难找 你好好处理这种关系 说真的 她那天的举动 我挺震惊的 当时我救她的时候 也跟她讲 我救她一命 不需要她还我一命 你要劝我的话 不如劝定她呢 田慧也是蛮可怜的呀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也没个亲人 她也是知道感恩的人 你瞧这一年多对你 对咱爸 都是照顾有加的 不管怎么样 咱别伤了人家 我要是有个 双胞胎兄弟就好了 你要杠这笨蛋 我知道你也闹心 怎么样 若思没说什么吧 若思在北平的时候 她还吃醋 我还说她小心眼儿 现在看来你们女人的直觉啊 真是厉害 回去吧 老爷子身边有奸细 我要不要打电话通知她 不能打 我以为再给监定怎么办 可是把日本人带上列车 是请她败露 这可是死罪啊 郑兄 我不再被平 你自己一个人小心点 张罗赵虎那边 我已经打好赵虎了 有事你去找他们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答应我办的事 可千万别忘了 什么事 我逗你玩呢 郑兄 你放心吧 我一定说服我妈 你呀 还不相信我的本事啊 答应我 一定要保护好文物 保护好我爹 保护好自己 据她 她 她 我 肯定是 但我 她 不是 寻个事 抓紧 不肯定 莫宽 专列马上就要齐城了 以后 我就不能天天来这里陪你了 但是在我心里 你永远占据这最重要的位置 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 我相信 不管我走到哪儿 你都会陪着我 是吗 莫宽 你放心吧 你的心愿 我一定会替你完成 你安心吧 我不是 你这么晚不 你怎么办 你穿上 我 你穿上 你穿上 我 我 你穿上 这都是我的人 你都见过吧 我也对除了你们两个 一共有二十人 后面那两个 你们叫什么名 魏勇齐大利呀 你忘了 上车 上车 你带一部分人 在徐州火车站 十公里出社服 我带一部分人 在蒲克火车站 十公里出社服 少佐 樱花送上专利的人 能保证 恰巧就在这两个位置动手吗 所以我们行动的时间 是至关重要的 通知下去 我一行动失败 我们就在蒲克接近 是 英雄 曾羽雄 一路多保重啊 到达铺口 事务繁大 就拜托你们了 马院长 你就放心吧 好 我和徐兄 会全力以赴的 弘义 文武的安全 就都靠你们了 我们全力确保文武安全 好 好 那得上车吧 好的 姐 我上去了 你跟马叔叔 一路多加小心 你也是啊 多保重 保重 任队长 各位 我觉得 本田在这件事情上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我们接下来 保护文武的这个工作 任重道远 我们一定要 加倍警惕 赵奥特派员请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任队长 我听说啊 您的编制里面 在这次战斗中 除了伤员之外 还有略过阵亡的 所以说 人手明显不够 我这边呢 王林手下有二十个人 我是在想要不要 把这二十个人 编制到咱们这个 护卫队的编制里面 也好让他们为咱们的 这个文物难迁 做自己微薄的贡献 不是 有什么问 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 那就由叶光来编队 参与之亲 咱们一切听 陈队长的意思 好吧 不是 这赵光熙唱的是哪一出啊 就是啊 他怎么一下子 对文物保护这么积极了 王林 参与之亲协防到正常 赵光熙主动提出来 确实不太正常 既然你觉得不正常 就不应该答应他们 我不答应他的话 他会接替发挥 不如说我先答应他 加小钱就行 时刻防着日本人也就罢了 现在还得防着 赵光熙从中发难 这个少爷糕子 绝对不会是个省油的灯 赵光熙到底想干吗 帮咱人里掺沙子 这些人咱们不能使唤 每节押运文物的车厢 必须得有咱们的人 明白 另外十五节车厢 让瑶刚和卢尔阳 是 是 怎么样 任慧和叶冠有没有为难他们 都完美好了 您放心 您放心 任慧就是个笨蛋 少爷 是 您到底想不想让他们知情啊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些三宝是有人红异负责 对吧 到时候出了问题 应该不会怪到火头上 每个车厢加了那么多耿事 都出什么事 加什么 搞哨是吧 搞哨太好了 有耿哨 有耿哨 少爷 我怎么觉得你竟然那么奇怪啊 我怎么觉得你竟然那么奇怪啊 快滚 好嘞 安德兰 嗯 陪我待会儿 好嘞 这份录音万一流了出去 赵副主席 非但位子不保 还会身败名裂 你 也难逃干系 快死啊 你俩走吧 快死了 魏勇 齐大利 你们俩干嘛去啊 换岗 答应你们换岗了吗 时间到了 你们两个是要去换岗吗 我们是去换前面十五号车厢的岗 要去换岗 自己小心 是 是 你们是来换岗的吗 时间到了 里面有动静 好是铁军 我去看看去 你回来 你回来 我去看看去 我会来 我去看来 你回来 你回来 比达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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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你 吼的 李小白这儿 是 你 熟悉的人 行了 奶奶的 你是日本人 你 怎麼回事了 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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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長 十五號車廂脫鉤了 讓你拉進一直動 其他人跟我走 是 給我打 給我打 就給我殺 是 上 你們倆快回各自車廂 防備日本人偷襲 是 胡偉 爹衝 爹衝 你過來 到 上車頂 我掩護 是 留下 其他人給我拿下生活真相 到 到 掩護 是 把他過去 都 有了 那會兒 你不可以 但是你… 要了 了 你不可以 你不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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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恒 让我过去 让他过来 好 姚大哥 姚大哥 你醒醒啊 姚大哥 你醒醒 你看看我 姚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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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姚大哥 找到这个 姚大哥 你看看我 姚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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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也醒醒 更难我 姚大哥 姚大哥 天花 姚大哥 姚大哥 少爷 要不您出去看看 你车什么时候才到谷口 谷口 谷口还远着呢 你这是慌什么呢 在这儿 任鸿叶 你要干什么 周老师 王八蛋 你把日本人带上射你 你个汉贱王八蛋 你在瞎说什么 说什么 你看 看这道 这是日本人的道 你还敢抵赖 你准备 我没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身边没有日本人 你害死我三个兄弟 你想猜是不是中国人 王八蛋 龙子宰了你 我老前一点 我动死你 我老前一点 算了 把他关系了 是 还有你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走 敬礼 日本专挑十五号车厢脱轨 就是为了拿铁 然后炸砖链 又不是姚刚他们拼命死守 日本人一旦上了十五号车厢 拿走一千五百七十六号箱子 其他的文物 就有被炸毁的危险 侯爷 赵王熙的人已经被控制了 我刚才仔细看了 魏勇和齐大利的尸体 这两个人好像是化过妆的 估计真的魏勇齐大利 已经遇害了 王林看过没有 看过 王林说他们今天很奇怪 好像一直有意回避他们 那这个情况 赵光熙知道不知道 我认为他肯定知道 他二人参加之前 就不对劲 没想到他把日本人带上车了 你们说这是赵光熙的个人行为 还是他爹也参与了 要是赵立夫是同谋 那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 如果那样的话 到了铺口 就更危险了 怎么发生 boss 车力给他 他先不可 真想 贝勇和齐大利 竟然是日本人化妆假扮呢 兴 s蚕的真不是东西 竟然和日本人狼狈为奸 队长 咱们跟 qued закон кої太丢脸了 就是 我早就看他行走得不睡眼 可不是 跟自己人要过一样为 一看到日本人就有一副熊样 什么东西 队长 队长 任队长 赵光熙勾结日本人 谋取国家文物 害得姚刚兄弟送了命 我们大家都可愤怒 任队长 上面派我们和赵光熙来 是为了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这些兄弟跟小包不一样 我们不是他造家的家奴 若不嫌弃 今后兄弟们 愿在任队长会下听同调遣 为保护国家文物 尽一份军人的职责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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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枪放下 任队长是信不过兄弟们 好 我信得过你 我也信得过这些兄弟 叶光 在 把所有兄弟 全部编入护卫队 是 多谢任队长信我了 兄弟 师父 会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我 兄弟们 敬礼 在这里躺着我们几位兄弟 这几位兄弟 是我们护卫队的英雄 今天他们走了 我们的任务还要继续 我们一定 不会让几位兄弟失望 将几位英雄 敬礼 明儿 談判 既然不是 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 好 他永不 départ 不来 你 不能的事 你 不来 你 你 恐怕 老天 不来 我 差勇 阿柯 走不走 姚刚 快回去吧 这么大雨 胡晴 这是你哥的命令 我必须认同二十四小时 向所有的医生 合护这门线队 我给你拿来点饭 快吃点吃吧 陪在我身边 寒暖日夜 这么疼 走 那你赶一声去 我其实和你一样 也像一直守着一个人 幸远 我记得你 然后离开 我一定会在这儿 啊 都不准备夙 使你 就乱点啊 都有 刚才要 不吃不鸣 只有量 紅燕 走 任隊長 這世上我沒扶過你 我就扶你 我要跟著你 給你做兄弟 好 尤司 你找我事 紅燕 你在我的面前 不用那麼辛苦 他們那麼信任我 我帶他們出來 但是沒能力把他們帶回去 這不怪你啊 那些兄弟跟搖剛都不會怪你的 好 姚大哥 現在你也走了 我 我在這世界上 就剩下紅燕哥一個情人了 你連喜歡任紅燕你都不敢承認 你想和任紅燕在一起 你都不敢 這包要是迷魂藥 你只要讓任紅燕喝下去 它到了撲口 終於昏迷種態 那麼 我就可以幫你和任紅燕 一起遠走高飛 永遠地在一起 絕不能讓紅燕哥知道我的身世 我不能失去他 無論如何 我也要和他在一起 冒寬是咱們兄弟怎麼可疑呢 我就是覺得高冒寬可疑 刘康 您想查內奸的心情我理解 但沒有缺到證據的情況下 隨便懷疑兄弟 這樣會影響情緒的 而且對咱們文物押送 也是不利的 大哥 我是不是跟你惹麻煩了 我已經問了 我已經問了 你必須你 我自己去幫授 我去幫授 你去幫授 我自己去幫授 你KY Friday 你招了 你開玩笑 你結束 你幫你 咱们特训营的兄弟 就剩下咱们俩了 答案不言戏 我欠你条命 腰刚 咱既然是兄弟 就别说这些见外的话 弟兄们 今天的行动 检验了咱们平时训练的水平 也看到了兄弟们 生与死的情意 从今天起 咱们就是生死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不 哥 我知道你很难 但你一定要挺住 我相信咱们还活着的人 只要同心协力 任何困难都会过去的 这两天 也不知道怎么了 总想起咱们在日本留学的那些事 是啊 那时候日子过得真惬意 当时要不是你接纪我 我也走不到今天 不要再听那些事了 相信也是 那时候我每天在一起喝酒 跟日本同学打架 想想真是过瘾 那时候的日子 真简单哪 但你可不简单 你小子都快混成日本油条了 还出去找姑娘 谁像你呀 整天除了军事就是军事 不过还挺感谢那个叫周洛斯的 要不是他 你说你这渔墨脑袋 什么时候能开窍啊 别说我了 你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吧 还可怜我 这个时到 要女朋友干吗 结婚 生孩子 算了 在我们看来 及时行乐比较实在 行 我走了 红衣 这辈子有你这兄弟 我真的很开心 若瑟 你来了 我好想你 你还好吗 我好 我挺好的 你来看我好开心 赵光夕 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 我们也同学一场 我真没有想到 你连最起码的人格都不要了 竟然跟日本人合作 那是瑶刚 他栽赃陷害我 我根本不知道那两个人是日本人 瑶刚为了保护文物 连生命都陷出去了 他怎么再往你身上泼脏水呢 若瑟 我以为你是来看我的 可是没想到 你是替人红衣来行事问罪的 我是为了你可惜 你也是受国高等教育的 你跟红衣差不多 红衣跟他的士兵们 为了保护文物 出生入死前扑后继 而你呢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些什么 你不觉得自己很羞愧吗 你不要在我面前唱高调 做人 要给自己留后路 我 我提醒你 令尊也和日本人有来往 文物南圈的很多事情 都是令尊大人告诉我 有胡说 包括这趟车 被炸弹袭击 第一个告诉的是你的父亲 我才有机会当上特派 我才有机会登上这趟列车 你想一想 这么灵通的消息 他从什么人手里得到的 是 马院长 这 真的是我爸告的密吗 不 是谁告的密 现在还无法确定 你的意思 我父亲跟日本人 老四 你父亲跟日本人怎么样 我不清楚 我也不在乎 最无所谓的 这是什么事 少爷 那个 魏勇跟其他历史日本人这件事 那个 你到底 知不知道 你在怀疑我是吗 你敢怀疑我 你敢怀疑我 少爷 你也怀疑我 那就能怀疑我 若死 我提醒你 令尊也和日本人有来往 文物南千今日启程的消息 是您泄露出去的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您根本就没有发烧 您让王嫂打电话骗我 就是想从我这儿 套点消息吧 走 苏练 任队长让我问赵光夕几个问题 请进 兄弟 炸了半天了也累了 这样 我替你照顾她一会儿 出来我再叫你 行吧 你怎么来了 你稍微却再查一下 牛肉 至少 白髒 没手欺负她是吧 我没有救 有吗